哈喽啊 又是修机的一天啊 美好生活从联想开始 这是一台联想的小星 但是持小星非笔小星 它不是那种低温烯容易虚焊的那一款 不过这一款修的也算是比较多的 每个月估计也有个十来台 先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 带机电流上窗下跳的 就是上不去 一上去马上就掉下来了 看样子应该是有短路 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一款呢 按照我们的经验啊 短路呢 分两种 一种呢 直接供物电短路 那种的话大概率就是烧CPU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五伏短路 五伏短路的话有些还有旧 还有这一款的CPU供电很容易击穿啊 一击穿的话CPU就直接带走 一穿一个不置身 哟 还是台二修机啊 这个位置五伏供电的电感上面有明显焊结果的痕迹 应该是结果烧机啊 二修机 那就不太好玩了 我们有时候忙起来的话 我们都不接二修机的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 他认为他的电脑只是拿去检测了一下 并没有修 其实吧 有时候检测和维修也是一码事啊 你光用肉眼看怎么看得出来呢 肯定要上一点维修手段啊 我倒置看了一下 几个常见的损坏点啊 都有焊过的痕迹了 这个板呢 我们也修的比较多了 哪些地方容易坏很清楚 这个板子呢 就是明显的五伏短路 从Type-C口开始烧 五伏直接烧进去 这边有个USB的转换芯片 直接拆的没装 这也不奇怪 这个芯片确实五伏短路的话 直接就被干掉了 先把五伏容易机窗的地方给全部拆掉 不用烧机 我都知道哪些会坏 首先是生卡 然后呢 是有一些二级供电的转换芯片 因为这几个芯片呢 都是五伏供电的 可以说 几乎是跟五伏有关的东西都会短路 还有Type-C的玻璃生压芯片 供电转换芯片 全部拆完之后 五伏的组织逐渐恢复正常 先修SEICO电路吧 供电进来之后 第一个工作的就是它 先找一颗玻璃芯片 给它换上去 先把SEICO给救活了 先让电进来再说 换完之后呢 咱们再测一下 没有短路的话就可以插电来看看了 Type-C接口呢 就这点不好 远没有小圆口这么简单 OK 19伏正常生压了 电呢 已经通进来了 但是五伏没有产生 这个板子呢 五伏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三伏也没有啊 我大致测了一圈 1.8伏倒是出来了 其他的供电一个都没出来 看来电路应该还有问题 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有一个发热点 三伏供电位置 剧烈发烫 五伏和三伏终究是烙不开的 我只希望没有烧到CPU里面去啊 这边EC的供电是短路的 大概率这个EC是挂了 EC我看了一下 这个EC也是被焊过的 接个烧机线来看看 不意外 EC发烫 EC是斜鼻了 这个EC很明显啊 换过的 上家应该也是个高手 EC焊得非常漂亮 我始终活在他的影子里啊 都在走上家的老路啊 我几乎把上家干过的地方又重新干了一遍 把EC取下来看看 EC拆下来之后给他换一个新EC 我就怕修到最后发现是CPU还有问题 有点希望哦 我把之前五伏烧掉的芯片我都补上去了 升卡供电转换芯片 还有USB芯片全部都补上了 看一下电流 哎 触发 卧槽 电流直接跑到两安多 这是有短路啊 卧槽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触发电流两安多 这么小个板子 没有这么高的电流的 当时我又查了一下 我又找到一颗短路的芯片 是它的内存供电芯片 我测了一下 我发现内存供电都没出来 现在换掉之后内存供电正常产生1.2V 其他的供电我都排查了一遍 都OK了 现在电流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1.2A 有正常的跑马动作 下面可以装起来试一下了 简单拼了一下 接上散热器 接上屏幕 跑马了 哎 显示了 那么看来CPU还减载啊 i5 11代的处理器 没白忙活 今天呢 只能算我运气好 因为类似同款的 还有很多 我都没修好 没好意思往外发 声音试了一下 功能也都正常 跑分也都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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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